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当地时间11月26日宣布 印度当天使用PSLVC54型极地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9颗卫星 主要包括地球观测卫星ES06以及8颗纳米卫星 这将是PSLV从印度进行的第56次飞行 也是2022年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射 那么当印度网友看到印度发射火箭成功都会说些什么呢 以下内容均摘自由管 仅供参考 第一位叫Aquitibas的网友说 我认为大部分ISRO都是由南印度人管理 执行和计划的 这非常非常棒 南方人真有才 第二位叫ARUN的网友说 7000多名参观者观看了发布会 这表明我们多么热爱ISRO 并希望我们的计划取得成功 看到他真是太神奇了 向所有人致以最忠心的祝贺 第三位叫YGGR的网友说 如此惊人的时刻 他们却无法使用良好的互联网和媒体设备 进行流媒体播放而不会出现任何语音问题 第四位叫SUNEL的印度网友说 向科学家和所有团队成员致以最忠心的祝贺 只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显示与SASAX相同的视频序列 它们在发射时显示 为什么我们显示图表 第五位叫ROKEN的网友说 向印度致敬 这不仅会促进印度初创企业的发展 还会促进印度和世界的海洋和气候研究与开发 第六位叫SKEERNC的印度网友说 随着我国科学的成功 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试验建立一个新的维度 震惊世界 这是在科学方向上迈出的一步 具有精神力量 第七位叫UI的日本网友说 我认为印度是一个适合即将到来的火箭时代的地方 它的工业实力迅速增长 靠近赤岛 东林孟加拉湾 第八位叫DIG製品的印度网友说 现在ISRO确实是DASA的唯一竞争对手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 能在国际空间站看到ISRO的实验室 第九位叫DIG製品的印度网友说 非常祝贺ISRO的整个团队 你们不仅让印度 而且让每个印度人都高高在上 以上就是印度网友看到印度火箭发射成功后的一些评论 这枚火箭于当地时间26日中午 在位于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斯里和里格达岛的 萨地时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火箭升空17分钟后 地球观测卫星成功与火箭分离并被送入预定轨道 在随后约两小时内 火箭通过高度调整 将携带的其他卫星释放到了相应的轨道上 据印度媒体报道 此次发射成功的地球观测卫星ES06 是印度海洋卫星系列的第三代 用于加强概括海洋监测能力